你最近看了最新版的哥吉拉了吗 哥吉拉是诞生在1954年的日本怪兽系列电影 距今刚好整整60年 好莱坞拍它日本人更爱它 它是很多怪兽的原型 对日本动漫作品的怪兽形象有很深远的影响 最近日本电影公司把老电影修复 重现经典哥吉拉的画面 还举办了纪念展 回顾哥吉拉在历史和电影上的意义 怪兽哥吉拉无情摧毁程序 1954年上映的电影到今天已经60年 日本特别放映数位修复版本 当时的男主角宝田明也现身分享 哥吉拉在ville 2014年有了全新版本 与过去60年里的28集系列电影比较 电影特效取代了乳胶治的哥吉拉 导演格拉利赴迪博迦说 自己还是戒身恐惧 割吉拉原版电影公司东宝也举办60周年纪念展 回顾知只恐龙型怪兽如何在受到辐射污染的海域中而生 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日本版的割吉拉受到二战原子弹轰炸 还有美国清淡世报的影响 充满着反核反战的意味 割吉拉本身更是代表着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扑 我没有意味着日本 独立一匹 各种人的战争 人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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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徴的感觉 看来下一个六十年 割吉拉的魅力和传说 会继续蜂名日本与全球观众 各种人的国家 也可以继续感受独立